新拱楼与整座古城统领 都是由范冰的先祖范兴所建 据当地县制记载 明朝初年 五官范兴在云南剿灭援军有功 封为明威将军 被委派至威山担任萌化卫指挥时 因为元代一直就是战乱 这个地方田地荒物人烟稀少 我的老子公范兴 他就决定在这报寝朝廷来建这座古城 然后可以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得到批准后 范兴开始召集工匠修建城池 但兵荒马乱多年 当地百姓未求自保 都躲入山林 无人响应征兆 无奈之下 范兴只好前往各个村寨力劝百姓 只有坚固的城池才能真正守护大家的安宁 但令范兴失望的是 这番话语并未打消人们的顾虑 不久后 流口再次作乱袭击村寨 几百人性命危在旦夕 生死关头 范兴率领数千兵士前来营救 人们转危为安 通过这件事情呢 也让老百姓就知道了 虽然他们分散地隐藏在各个这个山林里边 但是呢 就是他不抱团 那个流寇一旦发现 这个可以说就是毁灭性的 范兴解危救难的事迹很快传遍四方 人们终于痛下决心 纷纷走出山林 陆立同心建造微山城 参与者越来越多 建成速度也越来越快 不出数年 种植终于成城 一座壕沟宽帐鱼 护城河深数米的城池拔地而起 从此 微山城牢不可破 古城永镇安营 孔子的论语当中的唯正篇 唯正以德 辟入北城 居其所 对 而众心拱之 所以我们就有拱城楼 就有新拱楼 先人已经故去了 但是呢 他的这种团结一心 干事情的这种精神呢 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 请留下来